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問題啊 他們 175 是不是還可以買啊 一陣子每天星期 不是趕了 放一旁15個半才買 15個半 再加吧 二隻 你看到剛剛那個星期 這個星期大陸都出了一些工業數據 就是一些商業以上規模的工業增長率 經常都OK的 包括還有汽車業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 我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很多人說175輸了 說真的 贏又沒有你份 輸又沒有你份 那你就不如不要玩了 是吧 是 自己選 永遠都是這樣 贏了變成輸了 永遠說真的那些股 是吧 175月我都不記得我自己多少錢 開始叫人買 好像是16個多而已 然後就一下下午就爆了 很低已經叫人買了 18個多了已經 就是沒有人叫你 那天爆上去19元18元17元 你才去罵的嘛 我同意你 永遠你有利潤在手的你玩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看今天 甚至你給阿迪出這麼漂亮的業績 又是倒跌 今天是出貨給阿迪 你看到這盤 是同親友大款都打下去的 是 是25914 那你 你更何況是175而已 那你想一下 你給阿迪 就是趕這麼漂亮的業績 還要趕到明第二季都好的 他都打下去的 那就變成了暫時就 是一定是 有這樣的股閥在那裡的了 你說整個汽車板化 你說你餘了癌的 嗯 好 就是不是說只是他差嘛 你給阿迪你都這麼差 你今天的表演 嗯嗯嗯 你今早鋪開你不吃 你又死了 好好好 A股剛才都站得住的 給阿迪 剛才都在升兩件的 嗯 但是現在都跟著市回D 已經差不多又回了一兩個地點下來的了 他都還在升了 A股就給阿迪 嗯嗯嗯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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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